1990年,周氏三兄弟联合四位年轻人决定自创品牌 选定了勇猛睿智的狼作为品牌识别形象 为何选狼作为品牌标识呢? 董事长周少雄曾对外解释 当时在起名字的时候 本身也研究了一下国外的CS、VI的体系 首先考虑的是容易被打下识别的形象 同时,狼氏里南话中人的谐音 而且又有众多群体、团队之一 七匹狼品牌名称由此而来 品牌命名两年后 七匹狼附今参加在北京百货大楼举办的中国首届时装展 凭借着精湛工艺和新银款式 被直媒争相报道 经此驿展 七匹狼加克之王美域名造大江南北 七匹狼的发展历程 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历史进程 企业创建初期 七匹狼以挑战人生 永不回头的口号作为态度 以追求高品质作为目标 历经时间的大火 狼性精神烙印在七匹狼发展的点滴历程中 形成充满狼性特征的企业文化 驱动着七匹狼不断前进 下期 我们就来讲讲七匹狼行业领先的上市之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